来吧 这是我的一个原创的又高老师来了 欢迎一下高老师 欢迎一下高峰老师 我就说嘛 谁还这么叫我 谢谢高老师 您捧我高老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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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得向您学习 这个这个 高老师今天咱们就聊不了球了 是吧 因为今天没有球 欢迎一下高老师 家人们 欢迎一下高峰老师 那天我跟高峰老师 我俩聊天的时候发现 我们在天津的时候 二十年以前 十几年以前的微博的私信聊天 他还留着 我非常感动 我特别特别感动 他截屏发给我 我给他发的 我说那个 那这还管他叫哥哥呢 因为因为没师父嘛 我那时候 一块参加节目 然后高老师那天 我们跟大郎我们待一块吃饭 然后高老师说你看 我这还留着呢 然后看我俩聊天一路聊相声 聊足球 那阵高老师给我出了不少主意 好主意 他听完我的活 我那时候在天津 有什么不对的不好的 高老师就能给我指出来 指的特别特别特别对 就是他不说 我想不到 就是这个这个 确实是 高老师静静一个啊 哎呦我天哪 倒多了 包括那天在我师父那后台 我还给他念我那个心活 我说哪哪哪有问题 想不通 弄不明白 就是你给他 给他聊这个 给他聊相声吧 聊心活吧 你就没有那么麻烦 就是他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要给别人聊呢 你还得提前给他说一遍 老活是这样的啊 我这心活是怎么弄的 他这不是那么回事 给高老师就不用费这么大劲 他就知道我要说什么 他知道这个老活是什么样的 哎呀 谢谢大伙吧 我们继续努力吧